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總統拜登為了圍堵大陸 叫東盟這些領導人跑到華盛頓去開會了 但是您覺得拜登有達到目的嗎 還是搬石頭砸自己腳呢 來聊天視線上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現在聚焦呢 美國跟東盟領袖開了峰會 在華府登場 美國政府宣布呢 益住多少沒有很多 還是很多嗎 1.5億美元要協助東南亞地區 發展什麼 捷徑能源推進海事的合作 跟深化美國跟東協的關係 1.5億夠嗎 還說要實現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承諾 但這筆錢被說會不會有一點少呢 其實我們知道 東盟是一個迅速發展 快速的一個貿易集團 是有十個國家來進行組成的 2011年到2020年東盟的內部呢 生產的總值 GDP已經到了多少呢 年增率達到4.4% 東盟的總人口超過了6.6億人 總體的相關經濟規模 在2020年的時候 大概就是三兆美元 滿高的喔 如果呢 視為是一個單一實體的話 東盟就是亞洲的第三大的經濟體 全球的排名呢 是第五大 並不是後面 是很前面的喔 在哪裡呢 在美國大陸 日本跟德國之後啊 結果你給他1.5億的美元 會不會真的有點少呢 其實啊 在去年10月26號 拜登呢 他就用視訊的方式 參加了東盟峰會 宣布呢 要計畫要撥款多少 1.02億的美元 那這一次還真的是加碼了 當時給1.02億的美元 還要說什麼呢 要擴大美國跟東盟的 戰略夥伴關係 當時呢 其實就哀批了 你到底把東盟當成什麼了呢 那這回又說 給了所謂1.5億美元 才會說 你真的難道真的是 看不起東盟嗎 覺得他們真的 經濟實力有點差嗎 而針對呢 拜登宣布撥款1.5億的美元 幫助東盟國家 大陸外交部 反而趙立堅就說呢 美中都是亞太的國家 完全都可以擁有 共同的朋友圈 關鍵就是呢 要傾聽亞太的國家 維護和平 深化合作 共謀發展的新生 共同呢 讓東盟成為好鄰居 好夥伴 中國大陸一直呢 跟東盟為周邊的外交關係 是最好的 而且呢 發展友好的合作 希望能夠致力於 促進相關的發展 他也特別提到說 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呢 在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 30週年上呢 其實有宣布 大陸願意向東盟國家提供多少 1.5億劑的疫苗援助 在未來三年 也要向東盟提供了 15億美元來進行發展援助 而至於呢 東盟國家的對抗疫情 跟恢復經濟 未來五年大陸呢 甚至還要爭取 讓東盟進口 1500億美元的農產品 今年以來呢 各方的各領域合作對話 都是非常快速的 不斷地深化良好的勢頭 今年前四個月呢 雙方的貿易總額 已經達到了2900億的美元 同比增長了9.4% 東盟是保持呢 中國大陸的第一大的 貿易夥伴的地位 他也特別強調說 大陸跟東盟是不搞 所謂零合博弈的 也不推進集團對抗的 美國遭到抱怨 當老大 卻沒給伴手禮 要來圍堵東盟 這個是所謂的 中國大陸第一大貿易夥伴 叫他去圍堵大陸 怎麼可能呢 難怪來看到 現在東盟也不演了嗎 來看到他們呢 叫這些東盟的領袖 去華盛頓開會 他們現在呢 集體的開嗆 比如說我們來看到 越南的總理呢 范明正 他呢儘管到了 美國出席了 美國東盟峰會 但是呢 他在11號的時候 就在美國智庫 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SIS呢 發表了談話 根據呢 這個官網的消息 范明正 他首先有特別強調說 越南啊 是堅定的奉行 獨立跟自主 和平 友好 合作 發展 多元化 多邊化的外交政策 而且呢 在國際社會 很負責任的成員 然後呢 他也強調說 跟其他國家的好朋友們 都能夠進行相關的 搭檔 但是他也強調說 在獨立跟依附之間呢 越南始終是相信要獨立的 尤其是胡志明主席 曾經都說過 他搬出那個國父來的 他說呢 胡志明主席曾經說過 沒有比獨立跟自由 更珍貴的東西了 那范明正有強調說 在一個現在是動盪不安 而且呢 戰略激烈 選擇眾多的事件呢 越南是不選邊站的啦 而且呢 根據國際法 還有呢 來看到的是 聯合過憲章的原則 選擇正義跟公平 此外 范明正還表示說 越南準備好 透過對話跟合作呢 來解決分歧 還有爭端 促進的是世界和平 穩定跟發展 范明正呢 還表示說 越南的目標 他其實呢 也想到 說啊 要在2025年成為一個 跨越中低收入的標準 另外呢 面向現代工業化 發展中的國家 而到了2030年的時候 他們要成為一個 現代工業的 中高收入國家 到了2045年的時候 越南希望能夠成為一個 發達的高收入國家 越南很清楚跟知道 你經濟上 想要脫胎換股 當然就是要 靠緊中國大陸 而不是美國 不只是越南不演了 說我根本不想選邊站 柬埔寨的首相呢 洪森訪美 他也清楚地告訴美國 想要成為美國 跟所有的國家的朋友 而不是選邊站 當地時間11號呢 洪森說 今年呢 是東盟跟美國 建立夥伴關係 45週年了 那目前來看到 東盟各國跟美國 首腦會面呢 會有利於 加深東盟跟美國的 友好關係 尤其就是呢 推動東盟跟美國 能夠升級成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那洪森有強調說 今年是柬埔寨 跟美國自己建交 72週年 72年來 兩國關係 不斷得到了新的發展 貿易跟投資合作 也是提升的 洪森說呢 柬埔寨 想成為美國朋友 但不是 在美國跟 中國大陸之間 要選邊站 他強調呢 柬埔寨的憲法規定 要實行的是中立政策 也因此 柬埔寨 想要成為美國 跟所有國家朋友 柬埔寨大反彈 其實峰會前呢 洪森的顧問 叫高精華 他曾經就表示說 美國你這次辦峰會 你有沒有安排 拜登跟洪森 或其他東盟的領袖 雙邊會談 因為呢 峰會 美國說 我們峰會時間夠長了啦 而且我們拜登 真的好忙好忙 高精華就說 東盟的領袖 應該要被尊重 跟平等對待啊 獲得跟拜登對話的時間 太抱怨 美國你作為一個大國 跟東道主 美國應該對賓客 更大方一些 領袖們啊 大老遠從亞洲國家 來到了華府 特別是拜登 正在準備 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嘛 升級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之際 所以呢 拜登 這一趟所謂的東盟 把他們找來的 拉攏他 圍堵中國大陸戲碼 您覺得有成功嗎 也來聊天室一起聊聊 拜登和東協各國領袖 在白宮南草坪合照 拜登在這場峰會上 開場致詞就承諾 將提供東協國家 1.5億美元投資 比去年視訊峰會 承諾的1.02億更多 一個地方 我們希望繼續 深入我們接觸 是財產線的破壞 一個地方 我認為我們都很專注 尤其現在 在疫情 不過美國的1.5億美元援助 恐怕很難撼動東協國家 因為大陸在2021年11月 就承諾3年內 向東協提供15億美元 比美國多了足足10倍 路透指出 美國的承諾 相較於大陸 已經在東南亞建立的 深厚關係 以及影響力 恐怕還是相形失色 我們沒想到 我們有一個對方 我們有關照的朋友 越南政府總統 范明正表示 他們會永遠秉持 自由獨立的精神 而柬埔寨首相 洪森則明確表示 希望能成為美國的朋友 但拒絕選邊站 輪值局團體主席的 印尼總統也指出 他們願意展開 包容互利的合作 三人的論點都傳達了 東協國家堅持 獨立自主外交 不願意選邊站 對於這場峰會 大陸也迅速回應 趙立堅更警告美國 不該在涉及 大陸核心問題上玩火 而這場峰會 原定於3月底登場 不過受到俄烏衝突影響 因此延後到 5月12和13號展開 記者劉家宇報導 其實早在美國 東澳峰會之前 5月4號的時候 這一些東盟國家 早就已經表態過了 5月4號的時候 來看到20國的集團 G20輪值主席國 印度尼西亞 還有東盟 阿西亞的輪值主席國 柬埔寨 還有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輪值主席國 泰國他們三國 聯合發表聲明 表態說要邀請 所有的成員國 參加他們的組織峰會 而且攜手合作 所有的合作夥伴 還有利益的攸關方 為了實現地區 乃至於世界的和平 以及穩定共同來努力 這三國的輪值主席 接連的表態 就說美國不要再逼我們了 圍堵俄國 圍堵中國大陸等等的 另外也傳遞出 東盟國家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 清晰的信號 那表明的是 東盟國家不願意選邊站的 明確的訊息 美國拉東盟 但是東盟不想要被利用 因為美國還想要在峰會 操作所謂的台灣牌 比如說來看到 美國白宮的印太事務協調官 Kirk Campbell 坎貝爾 就說美國要在這個 美國東協的領袖會上 討論台海的局勢 要防止所謂下一場 烏克蘭的危機 在亞太地區上演 大陸外交部發言 趙立堅就批評了 美國你現在是不能 在涉及大陸核心的利益的問題上 來玩火 關於美國東盟領導人峰會 中方認為 美國作為域外國家 應當為地區和平發展 發揮積極建設性作用 而不是損害本地區和平穩定 破壞本地區團結合作 美國更不能打著合作的幌子 搞選邊戰隊 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 玩火 美國不給利益拉東盟 那只想告訴我的 包圍大陸的政治平台 難怪東盟現在是紛紛反彈了 這一次峰會指派外長出席的 菲律賓更是不滿美國 尤其來看到是新總統小馬可 是更被說 可能會更深化中非的關係 比如說來看到12號的時候 大陸駐非大使黃熙蓮 他就會見了 菲律賓當選的總統小馬可 是面交習主席的賀電 那向小馬可 是當選總統表示誠摯的祝賀 並就中非的關係 未來發展交換的意見 那黃熙蓮有特別說 中非兩國是一一帶水的 友好敬鄰 而且同甘共苦的合法夥伴 過去六年 在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引領之下 中非的關係不斷的鞏固跟提升 為兩國還有兩國人民 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也為地區和平的穩定 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那中非實現合作的亮點 另外還有說履創新高 大陸現在是怎麼樣 穩居菲律賓的第一大的貿易夥伴 而且要升菲律賓第二大的出口市場 另外也是菲律賓第二大的外資來源國 當前兩國都處在很關鍵的發展的階段 兩國關係面臨到重要的機遇 跟廣闊的前景 所以中國大陸願意呢 跟菲律賓一起繼續的堅持 牧林友好深入推進兩國全面戰略合作關係 凝聚共識聚焦發展 不斷深化務實的合作 也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的福祉 而小馬可是呢則是表示說 非常感謝習近平主席呢 率先向我來發賀電 他還告訴黃熙蓮 你啊是我當選之後呢 接待的第一個外國的使節 請你來轉達我對習主席的親切的問候 小馬可是說呢 非中兩國是傳統的友好靈邦 他的父親呢 也就是著名的馬可氏總統 跟母親伊美奈 開啟了非中關係的新篇章 他的家族長期都致力於 非中的友好合作 而他自己在年輕的時候呢 就開始接觸中國大陸了 長期關注大陸的發展 對大陸呢取得巨大的發展 成就呢深表讚賞 他始終呢高度的重視 非中傳統友誼 希望跟中國大陸一起努力 進一步的發展非中關係 密切溝通交流 深化務實的合作 也對呢非中關係的未來 充滿了信心 另外也看到呢 是菲律賓的杜特蒂的女兒 莎拉 他呢現在也是當選的是 菲律賓的副總統 原本呢他有望接掌的是 菲律賓的國防部長嘛 最新消息呢是 他決定要接管的是教育部 他表示說菲律賓需要來栽培 倡導呢和平還有紀律的愛國一代 在國際舞台上呢 薩拉其實曾經公開批評過 美國的霸權主義 假惺惺的一面 表示呢美國打著要幫助 菲律賓的旗幟嘛 實際上沒有給菲律賓 帶來任何的好處 此外呢面對美西方 跟大陸的攻擊 薩拉多次力挺大陸 而且呢他曾經陪同他的父親 杜特地呢到中國大陸 來進行訪問 美國呢操作所謂地緣政治 頻頻有反彈的聲音嗎 譬如說俄烏開戰以來 美國國內對於調整對俄羅斯 對烏克蘭政策的討論 現在是蠻激烈的 美國有輿論說 這個烏克蘭戰爭不符合 美國的利益嗎 這是來看到這一位 美國的國家雜誌出版人 來看到是卡特蓮納 他呢在華盛頓郵報發表 這個文章叫做烏克蘭 無休止的戰爭損害了美國利益 那這一篇文章 那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說到說 美國對於俄烏衝突當中 自身的國家利益 缺乏明確的界定 他提到呢 美國在烏克蘭戰爭當中的 目標到底是什麼啊 美國有鷹派嘛 你有自己的想法 美國部長奧斯汀呢 最近不是也說呢 俄羅斯被削弱到 要讓他無法再次發動 類似軍事行動 這是奧斯汀的說法 但他說呢 我們最好要明確自己 美國的目標是什麼呢 致力於跟俄羅斯進行一場 礦日持久的奈利人戰爭 不僅呢 會給怎麼樣 會給烏克蘭民眾 帶來很嚴重的後果 也會影響到美國 還有呢 盟友的安全利益 不符合美國國家的利益 那麼呢 美國應該在當中 要怎麼樣呢 希望能夠從俄烏衝突 當中來抽身嗎 譬如說可以承認 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合法控制 承認呢 烏克蘭東部分裂省份 某種聯邦成員的地位 以及解除對俄羅斯制裁 美國跟那盟友呢 應該要向澤倫斯基 還有普丁明確地表示 我們歡迎一向能夠呢 保護烏克蘭主權 又能夠儘快結束 戰爭的解決方案 這才是美國真正的安全利益所在 你也認同他的論點嗎 一起來聊天室互動一下 其實呢 說到了美國的輿論 是不是開始翻轉 來看到 美國挺烏克蘭的輿論 是不是有變化呢 這一位美國共和黨的議員 叫做保羅 他阻撓呢 國會通過 對烏克蘭四百億美元的援助 他說不能透過 摧毀美國經濟 來挽救烏克蘭 他說呢 目前美國自己通貨膨脹 來到了四十年新高 人民是苦不堪言的 美國要救烏克蘭 但是不能夠讓自家的經濟破產 國會更不能 巴不得第一時間 都把錢送到了我國外 我以為的 我的委員會是 是法國的 法國的法國 不是任何國外國 在任何國外國 反正的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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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我們 不可以 把 反正 反正 索子 在 火車 只是 上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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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alone is up 48% Energy prices are up 32% of the last year Food prices have increased by nearly 9% Used vehicle prices are up 35% for the year New vehicle prices have increased 12% or more Yes, inflation doesn't just come out of nowhere It comes from deficit spending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nearly 5 trillion dollars On COVID-19 bailouts Leading one of the highest and most sustained levels 所以是局勢不斷的变化 原本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俄罗斯 立场也发生了变化 来看到莫斯科的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波利·杨斯基 他接受媒体访问是说 俄罗斯已经改变了 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前景的立场 这个目标现在不能成为基辅达成 任何和平协议的一部分 他还解释说 引发这种变化的原因 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欧盟的行为 莫斯科认为欧盟已经跟美国领导的 北约立场完全一致 不过乌克兰没有放弃加入欧盟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 在柏林告诉媒体 即使成为欧洲盟邦正式的会员 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乌克兰还希望欧盟为他保留地位 最近来看到芬兰政府十二号 也透过新闻稿说 希望能够支持芬兰 来加入北约 那个声明就被视为说 芬兰现在正式要启动 加入北约申请的第一步 也让芬兰长期采取的军事不结盟政策 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但你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吗 这会不会更加剧了 北约或者是欧洲的地缘政治呢 尤其俄罗斯跟芬兰 他呢边界长达1300公里这么长 难怪俄罗斯对于这样的说法迅速的回应 表示芬兰加入北约对俄罗斯来讲是绝对的威胁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我们下期再见